你爱看帅哥吗?别害羞,人类是视觉性动物 不自觉欣赏起美丽或是帅气的人是人之常情 但你知道世界上其实也有不同的帅哥标准吗? 国外就有关于不同国家的帅哥标准一系列研究 欢迎来到脑袋不及,今天要来看五个不同国家的帅哥标准 快来看看哪个国家的帅哥才是你的才 第五,美国 说到美国帅哥就会出现肌肉、续胡、白皮肤 住今三州立大学就透过调查研究发现 美国文化受到媒体压力影响 女性被认为越瘦越美,男性则是被认为肌肉越发达越帅 对于美国的男性来说,拥有雄壮的肩、二头肌、胸肌 身材呈现完美V型,代表进入帅哥门槛 而如果你同时拥有男子气概的续胡和白皮肤 就是美国认证的天才帅哥了 第四,巴西 巴西是个拥有43%混血儿的国家 因为贫富差距比较大的关系 在当地的白人男性会比起黑人男性更加受到重视 不过当地人却认为具有日耳曼风格特征的男性属于帅气标准 所谓的日耳曼风格特征就是深邃的五官搭上古铜色的肌肤 留有一头漂亮之法 在当地也会被认为是美男 值得一提的是巴西当地的男性美容用品相当兴盛 就连男性整形也越来越普遍 第三,奈吉利亚 奈吉利亚在西非的影响力非常大 其高度发展的娱乐产业也深深影响了当地帅哥评分的标准 传统的奈吉利亚文化认为结实健壮的男性最帅 当地的年轻人也一致认为帅气的男性必须要有男子气概 由于娱乐文化的影响 奈吉利亚的歌手如DeBunch,Two-Face,Adibia也被认为帅哥指标 于是统整出光头皮肤又黑且身材壮硕的男子 在奈吉利亚会很受欢迎哦 第二,土耳其 土耳其的帅哥指标与奈吉利亚一样受到娱乐产业的影响 但两边发展出的标准却完全不一样 因为肥皂剧兴盛的关系,电视剧中的男主角从传统具有男子气概的形象 逐渐转向浪漫多情的美男子 以至于当地认为所谓的帅哥应该也要具有浪漫气质 加上土耳其女性更喜欢除去胸毛的男性 也让当地越来越多帅哥选择除去提毛 男性脱毛产品也跟着越来越热销 第一,意大利 意大利走在尖端的时尚品位 对于当地帅哥的标准上当然也是非常讲究的 懂时尚的男性在意大利将会被视为极品 意大利的帅哥通常会穿着精致剪裁的服装 并且重视小单品,例如小芳青的搭配 他们并不会介意配上被认为女性化的粉色或是紫色 甚至能穿轻松随意的优雅气质 简单来说,如果你能帅的若无其事 在意大利将会成为众人焦点 看完这五个不同国家的帅哥标准 哪个国家的帅哥是你心目中的天才呢? 都欢迎在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,拜拜!